貓擺 好啦 今天該做的儀式我都已經做了 所以我相信他應該可以原諒我 什麼儀式 喔 你說大家出去吃草 對 叫他不要再鬧我了齁 我們今天就準備開始開錄 好 欸 等一下 幹 我沒打開檔案 等我一下 等我打開檔案 死尿很多 抱歉 好 準備開始錄我們今天的新自由教 大家好 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姐 AKA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在我旁邊是我可愛的小助理 蔡麟 我們今天要錄的是新資料夾EP53 欸 等一下 54 54 是 不是 我剛剛謊神的地方是因為 我不小心唸成中文 我以前都是講No.54 耶 我前陣子跟我一個朋友在講電話 因為他問我一些問題 然後我回答他 他就說你現在講話蠻真誠的 我說不然什麼時候講話不真誠 因為他平常有聽新資料夾 他說像聽新資料夾的時候就不是真誠 蛤 為什麼 他說他聽得出來我在演出 喔 是啊 他說那是你表演的聲音 他也不是說我在講假話 但是說那是你表演的聲音 跟你私下就一般人的時候的講話方法是不一樣 因為他平常都有固定的聽我的節目 所以他就說他在當下聽我講電話的時候聲音的時候 他說欸 你現在是真心的喔 他就有那種啊 我接觸到真正的邱薇傑的感覺 可是後來因為我覺得話差不多講完了 我覺得有點想要結束那個話題 所以我就開始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會一直想往下講 對對對 然後我就開始進入客套狀態 他就說怎麼新資料夾的邱薇傑又出現了 欸 你很容易被看穿欸 他就說這是新資料夾的邱薇傑 這個我不要 不行啊 可是因為那個電話真的講太長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講電話的 通常來講我電話很少講超過10分鐘 可是有些人就是會講超過這個時間 因為他們覺得只要時間還允許他們就會想要聊更多 可是我感覺你也不是講電話的人對不對 欸對 你也不是 我是看到有人打電話來 我會先放一下 你是那種 你是那種譬如說在家裡面 嗯 或者是跟朋友在那邊外面 然後電話鈴會響 然後你看了一眼 別人說你可以接啊 你會說這個沒關係 對我就會說這個 你是會說這個沒關係的那個人對不對 然後我會等他不響了之後 再打開我的line問說怎麼了 電話恐懼症 我認為啦 工作上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講電話 因為有很多重要的訊息呢 其實在文字上會被誤解 可是公式以外的事情 我超級不喜歡講電話 我也是 好啦我們今天 我好像看你有預備一些東西是不是 講一下刊物 你講的已經變成 欸我們以前每次講說 欸我們有一些刊物 都會講的有點愧疚 對對對 會覺得有點抱歉 你剛剛完全是一種 欸好講一下刊物 理直氣壯 對 沒什麼每一集都有刊物啦 成為我們節目的特色 對固定單元 固定單元 欸刊物一下喔 你要刊物什麼 好第一個刊物是我上週 不是有講sleeving這個字嗎 欸沒錯 然後我那時候講它是 sleeving加killing的意思 那其實它還有加一個就是living 所以是炫火嘛 對炫火 然後我們上禮拜說要po那樣照片 你為什麼沒有po 那你有po嗎 有啊 好像我有看到限動 貼文也有 貼文也有對不對 怎麼了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不sleeving的人 所以我一直想不到要拍什麼樣的東西 而且我手上還沒有去買亮粉 我一直想說好像應該要去文具行買個亮粉再來拍 不然你幫我買好了 好我幫你買 我有想到一個拍法 好 我們來實踐一下 那買了你就一定要po 那你記得今天去買 好我今天去買 好明天帶來 好明天帶來我們來弄 好 就這樣囉 好不好 那還有什麼 然後再一個看過就是我們上週不是講到那個 莊智淵她的IG的名字是莊竹宇嗎 嘿 但後來發現其實那個莊竹宇是她子女的名字 我覺得我的說法還是沒有錯 為什麼她會打出莊竹宇 因為她是她的親戚 她可能真的在對話過程當中會提到這個人的名字 甚至於講她的名字多過於講自己的名字 所以她的選項才會出現就是說 莊竹宇對不對 我這樣講是不是很合理 合理 可能跟他們關係是不錯的 沒事就會加足個群組 那個竹宇齁 生日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買一個很漂亮的蛋糕 可能會寫像這樣的話 但如果她講說自冤我 下個禮拜就要去東京打奧運 這個聽起來就像政治人物在講話 欸對啊 我也不會講威傑啊 威傑我齁 彩玲我齁 欸這完全是蝦妹的講話 對這是蝦妹的講話 蝦妹不會講彩玲我 政治人物的說法都是比較像威傑我 蝦妹的話她不會加上我 她會直接講彩玲 就彩玲今天出門好開心喔 對 而且要比如說彩玲今天跟彭彭見面 他們是用第三人稱在講這件事情 對 因為政治人物講他不是用第三人稱的意思 他只是想強調他自己叫什麼名字 因為政治人物最怕就是別人不認識他 對 好就這樣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小的 就是有人說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有講到媽祖叫李末娘 但是這位觀眾說其實媽祖的原名是叫李末 只是因為對年輕少女的尊稱加上娘 例如劉彩玲的話就是劉彩玲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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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太特地舉這個例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劉彩玲娘是什麼意思 那我覺得大家不用對我尊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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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那個蝦妹的IG 嗯 你就要講仔玲娘今天跟彭彭出去玩好開心 哈哈哈哈 沒有再好聽 好 就是這樣上週看路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到我們的重頭戲啦 對 上週的星座運勢 沒錯 上週星座運勢我想要講天秤座 天秤座上週年輕時候做過的輕率承諾 會像回力彪一樣的打中你 讓你在上週遭遇嚴重的打擊 我想要講的是賴清德 賴清德 好 賴清德是我們的副總統 對 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就是我們的總統蔡英文女士 她其實之前為了表達支持國產疫苗的決心 所以她就講說AZ 莫德納 BNT 她通通都不打 我的手臂是留給高端的 那高端現在終於呢 已經在過去這一兩週 正式開放 讓大家預約施打 可喜可賀 但是當時呢 因為總統已經表達支持高端疫苗的意願 所以呢 副總統賴清德就說 好吧 那我支持另外一家國產疫苗廠商 不能夠上市啊 我的天啊 所以你知道當下那個新聞一出來 那個752研究室 就立刻貼賴清德的照片 在我們的公司群組內說 怎麼辦 賴清德 她現在沒有疫苗可打了 而且聯雅這一關沒過 等到她真的能夠問世 遙遙無期 可是她已經講好她的手臂要留給聯雅 那作為一個副總統 她做下了這個承諾 然後突然之間轉頭說 那我去打郭董的BNT好了 成何體統 她已經說我手要留給聯雅了 聯雅她因為這個事情一爆發 她立刻骨架直接跳水 在這個時候副總統 如果跑去打別的疫苗 就有一種落井下死感 就是沒有人想要打聯雅了 連副總統都跑票 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就開玩笑講說 這個時候賴清德副總統 他想要下車的話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總統府要留出一段 秘密的監視器影像 一群穿著中山裝的隨護 全部都駕住賴清德 然後蔡英文在旁邊下令說 立刻帶她去打高端 那她還要在那邊掙扎說 不要 我的手是留給聯雅的 對 我全身都留給聯雅 然後最後還出現 穿著全身那種 防護服的那種醫護人員 在她被壓制的情況之下 一針直接戳下去 第二天她戴著紅腫的眼睛 開記者會說 各位不好意思 我已經打了高端疫苗 拿回家要一直哭著衝澡 然後揉著那一個被打高端的針筒 其實幹嘛那麼麻煩呢 用吹劍就好了 不過其實我後來發現今天早上 賴清德已經公開說 她已經去登記高端了 是喔 我們本來講的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很好笑 可是她就已經去登記高端了 可惡 那我要講的 上週星星座運勢是水瓶座 好 水瓶座發生什麼事 水瓶座上週呢 容易被別人閒言閒語 我要講的是曹西平 蛤 欸 便當是不是 對對對 發生什麼事 反正就是上週她好像就是有一個行程 所以她進攝影棚 朋友就是怕她餓肚子 就帶來一些便當要給大家吃 但是行程結束之後 因為還有剩下四個便當 她就想說她要把剩下四個便當 打包帶回家 這樣她就是之後也可以自己熱便當來吃 但是呢 因為她很常在她的那個臉書 分享她自己的個人生活 然後她把這個PO到她的臉書之後 就有網友就是說 她是不是經濟出狀況 才需要打包便當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後來還有 沒錢吃飯 她又在臉書PO自己吃泡麵的影片 然後 然後就有網友說 她是不是老藝人晚景淒涼過得很可憐 是不是沒錢吃飯 曹西平曾經有過她非常紅的時刻 這幾年雖然她是比較偏向 所謂的通告藝人 可是如果她之前有好好的守住她當年的財富 她可能生活還是過得應該還OK 沒錯 那我們曹西平她的反應如何 她又說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哪裡有多可憐啊 我泡麵還有加一顆蛋跟雞肉哪裡可憐 她就說我都懶得說了 你們管好你們自己吧 不過只加蛋跟雞肉 以我的標準能講是不合格啦 因為我講一下我前天的泡麵好了 應該是禮拜一的時候吧 我就問我老婆說你想吃什麼東西 那老婆說她想吃水餃 可是我不想吃水餃 我後來就轉電影想說好吧 不然你吃水餃 然後我就在旁邊煮泡麵 我前天吃的泡麵應該是韓國農心出的辛拉麵 然後辛拉麵我另外加了一顆蛋 青江菜 豬肉片 然後還有豆腐 還有加蘿蔔 紅蘿蔔 你為什麼要在泡麵加紅蘿蔔 就調個味啊 其實我覺得紅蘿蔔有一個特點 有一些泡麵 因為它那些調味粉都會有一點化學味 但是你只要加了一些蘿蔔進去 它就會讓湯頭的化學味減少很多 這算你的多麼的秘方吧 算 所以我家裡都會常備紅蘿蔔 因為我覺得紅蘿蔔的用途很多 你可以吃 下次試試看 也可以拿來用 先不需要 好上週星期週運時就這樣 接下來我要講一些網友的回饋 哎呦 就是上禮拜有一個IG叫台灣三寶 然後他們其實就是發了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也是車主偷稿 那一個車主他po 就是他在馬路上遇到三寶 當他開車的時候 車上剛好是放著我們的新資料夾 對所以他那時候他的行車紀錄器 側錄的時候有錄到我們Podcast的聲音 沒錯 然後就是在你講到什麼罵髒話那一part的時候 對我好像在講說 有些人會覺得乾娘吉掰 講起來比較髒 所以就會選擇講Fuck 但是問題是呢 我說Fuck也沒有高級到哪裡去 他們都有這種錯覺 我正好講到這裡 講到乾娘娘的時候 車主剛好真的遇到三寶 而且那個三寶 直接下車罵了乾娘 對 完全兩個完美重疊 沒錯 神預言 神預言 好可怕 我現在突然間對於我們的Podcast 感覺到恐懼 還有一個神秘的邪惡力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聽最近這十集的話 幾乎開頭都會提到有一些觀眾來反應 譬如說在我們講Podcast的時候 遇到什麼樣的靈異現象 但沒想到居然聽到髒話 也真的直接在現實生活中聽到髒話 我們這已經不是普通的Podcast了 這是死亡Podcast 我是夜神瓜 新世界的神 如果我們這禮拜講那個賴清德 剛剛在那邊講說被吹劍吹 然後就真的有那個影片出來 就一群隨乎壓著他 逼他去打高端 我們會直接變成台灣神童 變成台灣神童 或者是像章魚哥那樣的存在 好久沒聽到章魚哥這個 為什麼指的不是我 是啊 為什麼不是你呢 好接下來進入到我們本週的第一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先接一個電話 好 喂 噢噢 謝謝你 那接下來可以再麻煩你一件事嗎 噢噢噢 幫我用這個APP 把外幣賬戶裡面的美金轉賬給我 美國的妹妹 噢 謝謝啦 愛你喔 好現在可以開始了 你剛剛 你剛剛在跟誰講話 什麼誰 你剛剛是在跟狗講話嗎 哦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你叫他會美金給你妹 對啊 難道你也養了Richard嗎 沒錯各位觀眾 Richard又來了 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這次的乾爹是誰 誰了吧 就是台心銀行 Richard數位銀行 上一次介紹車貸 獲得很多人的回響 所以在這邊呢 還要再來跟大家介紹Richard的外幣功能 Richard呢 雖然是大家眾所皆知的一個品牌 但他們在創新啊 跟滿足客戶需求上 真的是一級棒 沒錯 不管你是要買這個外幣的保單 海外投資 或者是你即將要出國念書的留學生 交換學生 甚至於是即將到海外工作 或是你是旅遊的人 手機裡面一定要有個Richard APP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現在就有三個創新功能 第一個是轉賬功能 就是只要你在Richard的外幣帳戶裡面有錢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轉賬到國外的銀行帳戶 有在玩國外投資的人 這樣就超級方便 但是呢 目前轉賬到國外銀行這個功能 只限定美元 其他的匹別現在還沒有辦法 可是呢 你在國內的外幣轉賬就沒有限制匹別了 第二呢 解惠功能 相信大家呢 不管是旅遊或者是留學 都會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國外存的錢想要匯回來台灣 真的是超級麻煩 沒錯 那帶現金回國呢 又有限制金額 這個時候 Richard的解惠功能 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你只要在Richard APP上簡單操作 就能夠輕鬆收款 方便又省時 第三 Richard會不定期的推出外幣的優惠活動 換完外幣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買外幣保單 或者是其他的外幣投資 你就可以直接設定Richard當作受扣帳戶 真的是有夠方便的啦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Richard的帳戶 就來點點我們資訊欄的連結 直接完成任務 領取用戶禮 但是乘坐外幣呢 如果涉及匹別轉換 有可能會有匯對上的損失 申請人呢 應該要審慎的考量評估 自行決定是否要乘坐喔 謝謝我們的乾爹台心Richard 好那現在真的進入我們本週的第一則新聞 好 第一則呢 館長的月餅 因為館長最近不是在賣那個中秋節月餅嗎 對 因為他賣的月餅禮盒 八顆月餅賣1180 等一下是流星月餅是那個 什麼 你說陪你去看流星月餅 對 流星月餅有什麼 有什麼屁毛關係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有另外一家 就是賣內容物完全一樣的 是便宜200塊 可是後來館長有出來解釋說 多的200塊其實是包含運費 跟重新設計包裝的費用 也有提出就是 如果你突然不想買了 你也可以退款 我先問一下 它所謂的內容物相同 指的是說完全一模一樣 還是說賣的很相似 一模一樣 所以很可能是找一個代工廠 做這件事情 對有可能 好啦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論是什麼運費 還是加上包裝設計費 這個加上去的錢 其實在行銷圈有一個專有名字 叫Markup 什麼叫Markup上去的錢呢 假設薪資要加業配價格 比如說10萬塊好了 一些廣告代理商 他如果幫我們拉到一個案子 他有時候會Markup上去一個價錢 就是他跟別人的報價 可能會講15萬 然後5萬他們拿 對 我們還是拿到10萬塊錢 但是問題是 你找廣告代理商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這個價錢 另外加上去 但是不是一定 那以館長的角度來說 因為他今天很可能 是找了一個代工廠 去做這件事情 雖然是一樣的內容 可是是館長來賣 那當然館長可能他就會覺得 他必須要想辦法把這個價格 另外再Markup上去一點點 才能夠留足夠的利潤空間 做這件事情才有價值 因為其實今天 所謂的網紅周邊商品 很少有從零開始開發 你自己開模 自己建廠 然後做生產線 然後自己做物流 太困難了啦 很多人都是做 看起來像是自己的商品 但其實跟聯名商品的性質 比較相近 OK 然後就是館長這一個新聞 其實有另外一個 小小趣味的東西 就是他月餅上面 拼的Festival 他把那個FEST 拼成FAST 但是其實後來館長有出來說 這個是校正前的錯誤版包裝 喔 所以之後大家收到的版本 就會不一樣 沒錯 這個東西我在我Facebook 有發一篇文 我就說這個東西 並不是拼錯 這是那個 那個Festival正確拼 是F-E-S-T-I-V-A-L 對不對 把那個E換成A 他是因為什麼 因為是Family 他是Family 加上Festival 對 所以是家人的嘉年華 對 哇 別有用意 今天如果他只是Festival F-E-S-T-A-V-A-L 他就只會賣900塊 但是為什麼會賣1100呢 那200塊就是家的價值 而且因為中秋節是團圓的日子 所以一定要有家的價值進去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時候 館長的改包裝 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因為他把那個A改掉了 那沒有那個家在裡面 平庸 平庸 那200塊就應該退還給消費者才對 對 說得很有道理 你是行銷高手 他應該繼續維持原包裝 對 也不用重做了 那講到月餅 你最喜歡的月餅是什麼 因為現在 有比如說蛋黃酥 然後有另外一種叫鳳凰酥 你知道什麼叫鳳凰酥嗎 呃 白色的沙 不是 什麼叫白色的沙 白豆沙 不是 鳳凰酥就是鳳梨酥裡面有餡蛋黃 然後一種是那種豆沙月餅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流心月餅 那你最喜歡的月餅 其實我連流心月餅是什麼我都不知道 流心月餅有點像是 就是你一咬開它會流那個蛋黃出來 呦 不要用這種語氣 好啦看起來還不錯 聽起來還不錯啦 因為我很喜歡吃蛋黃 可是我跟你講我這幾年因為年紀比較大了 然後也比較注重養生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月餅其實算不太健康的東西 因為糖分很高 然後又有很多的油脂 那中間的這個蛋黃呢 又是膽固醇的殺手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就能避免就避免 那我其實已經不太吃月餅了 可是 你去年中秋節吃了我兩顆蛋黃酥 可是我很喜歡蛋黃酥 我忍不住因為太好吃了 我必須說伯母秀梅姐的這個蛋黃酥 實在太好吃 但是我跟你講 我很討厭不管是肉粽也好 月餅也好 我超討厭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來 大家爭其豆焰所推出來的各種怪異口味 我知道 對我來說其實最好吃的是什麼 最original的 對 豆沙加蛋黃 perfect 沒錯 不要再做任何荒唐的發明了 對 就是你知道創新不等於你有好吃啊 對 而且這些價格也非常的不合理 因為它是新研發的商品嘛 還可能用了一些非常昂貴的食材 沒有人在乎好吧 沒有人要吃這些東西 就像比如說有人肉粽裡面喜歡加很多山珍海味 但其實不用 對 比如說有人加和牛 然後一些奇奇怪怪的食材 啊什麼什麼 九孔鮑魚或什麼之類的 你會覺得有一種 我沒有要吃這些東西 對 我只是要吃你用誠意做出來的 普普通通的 那種就好了 好 然後不要南部粽 是不要北部粽吧 等一下你是南部粽的反對者嗎 我是北部粽的支持者 天啊為什麼 南部粽 媽的把那個肉粽直接丟到水裡面去煮的糊糊的 好吃好不好 能吃嗎 你當然是要吃的米粒分明 才會香 我還以為你真的是美食廢人 沒想到你是北部粽的支持者 覺得很失望 我從小在北部長大 好啦也是 好啦阿倫 反正我就是不喜歡奇怪的口味 ok不要假鬼假怪 不要假鬼假怪 然後我最愛的是什麼 秀梅姐的蛋黃酥 你知道他要把這個記在心裡耶 就他現在每次只要要訂蛋黃酥都會說 你要不要訂多顆一點 這樣呱吉也可以吃 跟伯母說就是不要讓我看到 我就可以保持身體的健康 好 你給我吃了我身體就會壞掉 ok 好啦就這樣 講到這個英文打錯 其實我有找到另外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是在2020年台南的昆山高中 他改名為昆山國際學校 可是他校名裡面的International 就會拼成International 然後反正 就是N變成M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 可能就是因為在鍵盤上面 N跟M就是在隔壁 所以打錯也有可能 不過這表示教稿不夠認真 我以前職場老闆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非常討厭報告裡面出現錯字 嗯 他說從錯字出現 就可以知道你對這個報告的重視程度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很重要 給老闆看是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的話 那你一定會從頭到尾 好好的檢查裡面的每一個字 每一個句子 是不是都沒有問題 魔鬼藏在細節裡 對 那今天假設今天是昆山大學 校名是打在哪裡 打在他的招牌上 對 就校門口的那一個 對 他的都已經打在校門口招牌上了 都在門面了 還打錯 對啊 ok 難道他的教稿是給公讀生教而已嗎 公讀生看一眼說可以 難道他的教稿跟館長是同一個嗎 他是念昆山出來的 不過我覺得昆山是一個很好的大學 你讀過 我只是想要強調 我們沒有任何不好的意思 但人家是高中 你有沒有在認真 魔鬼藏在細節裡 不想讓大家 我們其實有時候講話 嬉笑怒罵一點 可是其實沒有任何 想要貶低任何 攻擊的意思 我們不是要攻擊任何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昆山高中畢業 你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好孩子 沒錯 一個校民的答錯 不能代表你整個人 對對對 那是那個教稿的 攻讀生的問題 沒錯 下一個是在美國加州 美國加州有一位爸爸 他把他的兩位小孩 一個才兩歲大 然後一個才十個月大 他把他兩個小孩都殺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相信他的妻子體內 有蛇的DNA 而且他確信他的妻子 把這個蛇的DNA 傳給了他的孩子 所以他覺得他的孩子長大以後 會變成怪物 所以他一定要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 把兩個孩子都殺掉 我的天啊 這真的是很大的悲劇 這有點不太能亂開玩笑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以前每次看到這種新聞 我都會有一種感想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他很荒謬 我們都覺得99.99%的幾率 就是這個爸爸有妄想症 產生了幻覺 然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是一個人間的悲劇 可是如果你看過很多好萊塢的恐怖電影 好萊塢很多恐怖電影 常會出現一種情節 譬如說小孩子其實被惡魔附身 然後媽媽知道這件事情 很努力要把惡魔驅逐出去 可是身邊的人都覺得媽媽瘋了 所以他就一個人 很孤獨的跟這個惡魔對抗 所以有沒有可能 就是那0.0001%的可能性 所謂的他老婆有蛇的DNA 並且遺傳給他的小孩 其實是真的 而這種想法就是陰謀論的由來 因為其實這個爸爸好像他就是受到了 就是網路上一些奇怪的言論 匿名者Q 匿名者Q大概我記得是在2016-17年的時候 開始出現的一個匿名留言者 他的網路論壇上會以Q的名字 留下一些很像陰謀論的觀點 就是所謂有蛇DNA這件事情 也是美國一系列陰謀論當中 一個非常主流的觀點 沒錯 他們會認為說像拜登 還有一些可能他們討厭的政治人物 他們都是蜥蜴人的後代 對 為什麼是蜥蜴人統治這個地球 就是因為蜥蜴人的腦袋 聽說比我們還要聰明百倍 所以他們都會偽裝成人類的模樣 活躍在大小城市裡 這個讓你想到誰 誰啊 比我們聰明百倍 然後活躍在城市裡 然後通常是在政府裡面有很高的職位 這不就是智商157的柯文哲嗎 你不覺得這個敘述 拿來用在柯文哲身上完全服 難怪柯文哲完全瞧不起我們這些笨蛋 而且他一直想當總統 因為他想要控制人類社會 而且因為他在蜥蜴族群裡面 就是比較不受待見 所以他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要當上總統 我的天啊 因為美國的拜登 按照這個陰謀論者 其實也是蜥蜴人 對 所以他們在美國的蜥蜴人的組織裡面 他們可能都還會嘲笑說 你知道那個柯文哲嗎 柯文哲現在跑去那邊搞台 想去選台灣的總統 而且好像還有一副選不太上的樣子 是蜥蜴內戰 對蜥蜴內戰 要加油 要加油齁 然後你剛剛不是講到拜登也是蜥蜴人嗎 我在知乎上有看到一個莫名其妙的文章 他就是說拜登其實是混血的蜥蜴人 而且他已經超過300歲了 他是出生在英國 他跟大部分偽裝成人類的蜥蜴人一樣 早年就是接受過偽裝的訓練 有過多個成功的人類身份 比如說二戰時期德國的戈培爾 他是那個納粹時期的宣傳部長 然後 這個聯想也太遠了吧 他們長得有像嗎 對啊 沒有我跟你說 你說南雲中醫跟陳時中 我都還覺得比較符合 他最後一個人類偽裝身份 是歐巴馬時代的副總統 主要的任務是要監視歐巴馬這個蜥蜴人的代理人 然後他說四年前呢 因為川普意外的擊敗了母蜥蜴人 這到底是什麼劇情 什麼是母蜥蜴人 我覺得這句話荒謬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講到拜登 講到歐巴馬 他就講說蜥蜴人 他沒有講公蜥蜴人 可是講到那個蜥蜴的時候 他就要特別講一個就是什麼 母蜥蜴人 帶有一種獨特的一種嘲諷感 你知道那個母蜥蜴人 超級沒在尊重 剛好蜥蜴人的世界裡其實就是非常的歧視母蜥蜴人 對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蜥蜴總是給別人KID POO POO的感覺 因為在蜥蜴人的社會裡面 他其實就是比較沒有掌權的機會 因為蜥蜴沒有選上 所以這一度讓美國的蜥蜴人組織陷入恐慌 最後呢拜登這個混血蜥蜴人 喔他還是混血啊 這設定好複雜喔 要親國人 他是英美混血 不是不是我覺得他的混血意思應該是指說 一半人類一半蜥蜴人 本來在蜥蜴人的社會裡面 是只有純種蜥蜴人 可以進入權力的核心 好可憐喔 但是他只能當這個沒有聲音的副腳 但是因為蜥蜴沒選上 還讓川普這個人類的救星 當上了美國總統 那當然他們就覺得說 不然拜登你 你出來出來看 你出來看啦 給你一點機會啦好不好 所以他力爭上游 因為這是他混血蜥蜴人唯一可以翻身的機會 而且他都活了三百年了 他再不做也來不及了 我看到另外一個討論就是有人說 那個臉書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是不是也是蜥蜴人 其實他是蜥蜴人 這件事情很多人都已經講很久了 之前有一個網友在他的直播裡面問他說 你到底是不是蜥蜴人 然後那個Mark Zuckerberg他就是 眼睛跟臉都直接往右上方這樣子游移 然後網友就說他因為心虛所以不敢看這鏡頭回答 然後我就更確信他就是蜥蜴人 其實說真的我相信 絕大多數在網路上講這些故事的人 心裡應該也都不相信 我覺得會大聲講這些事情的很多年輕人 起哄 在開這個玩笑 我們覺得很好笑 可是不知不覺的 這個社會上就是有些人會相信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下一則新聞就是最近 國外有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就是好萊塢明星有多不愛洗澡 就之前有一個導演 他說他跟布萊德比特一起拍戲的時候 就聞到他身上有味道 然後布萊德比特就說 因為他有六個小孩 然後因為照顧他們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他就說要顧小孩 顧到沒有時間洗澡 然後另外一個是柴克愛芙蓉 他的朋友曾經爆料說 柴克愛芙蓉他喜歡運動他搭籃球 可是他往往就是運動完之後 就懶得洗澡 所以他也是用濕紙巾擦身體取代 My God 如果今天是布萊德比特說他小孩很多 然後老婆也很難搞 他老婆應該是真的很難搞 我不知道 如果因為老婆難搞 然後因為小孩很多 所以他沒時間洗澡 我其實也是不能接受這個答案 但是我勉強可以 好你都這樣說 你辛苦 你有小孩我體諒 我體諒 但是問題是 柴克愛芙蓉是怎樣 他忙在什麼地方 運動 不過就是去打個籃球而已 洗個澡有困難嗎 而且說真的有一句俗語是這樣說的 時間就跟乳溝一樣 你急就會有 你今天洗澡而已 洗澡是需要很久嗎 你如果今天洗個戰鬥澡三五分鐘 其實也是夠的吧 老實講 用濕紙巾擦身體 有比較省時間嗎 對啊 而且超浪費紙的吧 對 而且他是布萊德比特 我覺得也許他會覺得 照顧小孩這件事情 應該要親力親為 不想隨便交給外人 我可以理解 我也覺得這樣很敬佩 可是問題是以他的收入水平來講 他稍微的請一個保姆 喔 給他控出十五分鐘洗澡的時間 對啊 叫他只顧那十五分鐘 讓我可以洗個澡 可以吧 而且對那小孩的心理 也不會造成什麼永久性的傷害吧 對啊 不會因為他十五分鐘沒有顧他小孩 他小孩長大說 爸爸其實你不愛我 小孩很容易受傷 不可能好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都是藉口 沒錯 然後接下來是沙利賽隆 沙利賽隆他也說他自己可以一個禮拜不洗澡 然後他的訪問內容他就說 因為我是強悍的個性 就算一個禮拜沒洗澡也沒關係 這已經跟強悍無關了吧 因為這邊有一個反正嘛 他其實是說巨石強身 對 巨石強身就是說他可是一天要洗三次澡 那巨石強身不夠強悍嗎 對這是強悍大對決 就是我相信沙利賽隆是個強悍的人 對 他是一個新時代的女性 沒錯 我都不會懷疑他 可是我相信巨石強身一拳貓下去 沙利賽隆還是得倒下了吧 對阿 而且你看我剛前面有搶到柴哥艾弗龍 柴哥艾弗龍帥哥吧 嗯 布萊德比特也是帥哥吧 對 沙利賽隆美吧 對美 那巨石強身 強悍 夠強悍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這些人就是又帥又美 所以他們都預設一種感覺 就是即便我沒有洗澡 但是我腋下流出來的汗 也是香的 也是香的 感覺它會有人想舔 但是我覺得對巨石強身 他小時候長大的歷程當中 可能沒有人把他當成是 這種類型的人 帥美 對帥美的人 所以他覺得說我必須要保持自己身體的清潔 而且我說真的 我小時候沒有意識到 但我長大有一天才發現 我身邊很多不愛洗頭的人 都是那些漂亮的女生 哦 我知道 對不對 對我以前也有朋友 他就是也是那種 好看漂亮女生 但他也就是 有時候一個禮拜不洗頭 好扯 對啊 我沒有辦法一天不洗頭 當然我這樣講有點不公平的地方 是因為我頭髮很短 所以我洗頭髮的代價很低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會覺得 好你不想每天洗也就罷了 兩三天洗一次 也是個基本吧 沒錯 拖到一個禮拜 哇這個已經 深邃達人 我叫你深邃達人 然後反正就在那個明星不洗澡裡面 我看到有一個例子 我最喜歡的一個 就是強尼代普 反正就是強尼代普呢 跟他的前任伴侶 不是那一個水行俠裡面的女子 是一個叫 不是那個在他床上大便的那個人 不是 然後他就是跟他前任伴侶 一個叫凡妮莎的人 他們兩個人呢 就是也都不愛洗澡 因此呢 兩人覺得臭味香頭 難怪後來要娶一個在床上大便的 這些好萊塢明星好可怕喔 我們都以為捷克船長 他是一個演出的感覺 因為他不是看起來也是很邋遢喔對不對 沒有捷克船長就是他本來的樣子 我覺得臭味香頭太好笑了 這個完全呼應到他後來的選擇 他就要喜歡臭的 越臭越好 所以他看到他後來的另外一位老婆 就是水行俠的那個女主角 大便在他床上的時候 他心裡是又氣又好笑 他可能就覺得 但是一方面又覺得 哪裡怪怪的 就是他有一點點 可能性欲都還被撩動了起來 他是直接搭在床上 你知道為什麼 他是一種性暗示 對 就是今晚我想跟你大戰一番 可是他一方面很惱怒 就覺得說幹 幹嘛大便在我床上 可是一方面覺得說 怎麼那麼sexy 就像是有些人喜歡壞女人那種感覺 對這個夠壞 這女人好壞 好臭喔 我愛死她了 我就是喜歡那個臭味 對 你知道以前佐水溪有一首歌 我突然忘了他的歌名 他是那種口白很多的歌詞 所以他是有故事性的 他的歌詞大概是講說 要講一個人 我都忘了名字 東東大生真相的疑心 他近年 頭帶著男人來口 還要太細節了吧 因為我聽不懂台語 我還翻譯一下 什麼某某人 他是堂堂台西診所的醫生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博士 他竟然會去偷女孩子的內褲 還會在內褲裡面烙賽 賽裡面還有綠豆湯 然後呢 他最後說了一句話 說什麼愛情 其實是愛品那個臭味 哈哈哈 說什麼愛 他其實只是喜歡那個臭味 他預言的就是其實這個社會上很多人 他根本不是愛一個人 他是愛那個臭味 真正的臭味相同 好 但其實氣味好像確實是 決定你有沒有吸引力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是蠻認同的 就如果有一個人的氣味讓我聞了就不開心 我很難想像我會跟他交往 我曾經有約會過一個女孩子 然後因為他平常都有一個特定 身上都有一個特定的香水味道 後來我跟他分手 然後我喜歡上了另外一個女生 其實我不是想要對那個人不敬 可是我忍不住送給那個後來約會的女生 跟前女友一樣的香水 因為我想繼續聞到那個味道 但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跟那個約會對象講 我那個當下我是 我自己是抱著一種罪惡感 就是我好想做這件事情 你好想再聞到那個味道 對 你可以自己擦 這樣你就可以一直有那一個味道 這就是自味啊 對耶 這是氣味自味吧 就是我到了晚上 我就拿出那一罐香水 然後我就在那個廁所裡面 噴滿 然後就開始打手槍 其實好像 不是不行 我認真想一下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耶 你好像開啟我 開啟一扇門 對你開啟我內心的一扇門 好提供給大家 好下一則新聞 下一則新聞呢是 最近呢有一個網友他在PTT發文說 他發現現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怎麼解壓縮 因為他好像是在論壇上教別人就是一些電腦上的東西 然後他說那個小朋友他好像直接下載了ZIP檔之後 就直接移到資料夾裡面 就是他不知道那一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也不知道要怎麼解壓縮 然後他就說 欸我是不是老了 難道現在的小朋友只會用手機嗎 下面有一些網友就留言說 不懂電腦的人變很多 因為手機變得非常的方便 然後甚至有很多人現在連Word的都不會用了 你知道其實大概是十幾年前吧 那時候我就有看到一篇文章在講說 其實日本會用電腦的年輕人其實比例很低 原因是因為日本早年的那個手機啊設計得非常方便 所以導致很多日本人他們其實收發Email 在以前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時代 還是傳統手機的時代 他們已經在用手機收Email為主 所以因為當你收發Email跟人聯絡這些基本的重要功能 都可以用手機解決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就會覺得說那我幹嘛用電腦 所以導致年輕人到職場去的時候 電腦技能都很低落 那但是因為十幾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那個時候的手機功能沒有那麼的好 那個時候的台灣人我覺得普遍使用電腦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就會有一種 蛤?現在日本的年輕人不會用電腦 怎麼可能我身邊每一個人都會至少上上Email啊 用用Word啊這個基本的都會 欸真的是覺得很驚訝 但我說真的我覺得這種驚非喜比的感覺 真的站在我這個已經活了47年的人 這角度啊真的這種事情還蠻多的 喔 我舉個例子來講像有一個東西你一定不知道 什麼 錄音帶要用那個原子筆去轉 我知道啊 你怎麼會知道 你有經歷過錄音帶的時代 有啊 那你有經歷過就是家裡面都會有一台跑車造型的那種回帶機 就是你錄影帶看完你轉回去 因為你要還錄影帶電的時候 你都會把它轉回一開頭 就是那個回帶機就是沒有任何功能 就是單純把錄影帶轉回到一開始 喔是老哈我不知道這個 你不知道這東西 然後像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知道一個東西 什麼 就是說為什麼硬碟是C槽 然後第二顆硬碟是D槽 對啊 那A跟B跑哪裡去 欸 你不知道這個 欸你看你就不知道啊 那我問你A跟B是什麼 磁碟片的A面B面 不是 蛤什麼 A跟B就是磁碟機 喔是啊 我跟你講因為以前電腦都要裝可以專門讀磁碟片的 插槽 插槽 那因為以前最早的硬碟都非常小 所以其實通常磁碟片的使用 遠比硬碟的使用還要來的頻繁 然後所以其實A槽就通常是裝你的第一顆這個磁碟片 但是因為以前的磁碟片的規格沒有相當統一 所以會有所謂的大片跟小片 我沒記錯的話 小磁碟片是1.44MB Megabyte 然後大片我記得是1.2MB 可是因為這兩個規格沒有統一 所以導致很多人 A跟B就是一個大磁碟 一個小磁碟 兩種都裝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會拿到什麼東西 然後C才是你裝硬碟的地方 欸這個我真的是不知道 你看 你們這些年輕人已經都不知道這個為什麼 因為人家沒有想過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為什麼硬碟是從C開始 那A跟B跑哪裡去了 就是我有過這個疑問 但我想說反正電腦的東西這種就是能用就好 而且我跟你講 我覺得還有一個 現在年輕人絕對不知道的事情 以前的電視機 你應該看過就是所謂的印象管電視 它像一個方形的盒子 那那個印象管是一個看起來像漏斗形狀的東西 只是後來它會用一個木做或者是塑膠或金屬做的盒子 把它包起來最後變成一個方形 然後以前早年的電器 我就是可能譬如說30年前這種印象管電視 如果它有時候出現雜訊 或者是一些訊號不穩定 或者是一些怪異的現象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會立刻做一件事情 就是拿手刀去劈它 對啊就是拍一下電視 對因為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30年前 我覺得那個時候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很多電器 不打不成器 就是它如果有一些故障的現象 什麼解決都無法解決的時候 你就是敲它 有時候敲一敲 欸對它真的會變得好 那就是30年前跟30年後 我覺得這個時代的差異 嗯 你知道嗎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跟這個電器是一樣的 就是以前的電器啊 壞了就是要打 以前的小孩不乖 就是要打 就是要打 以前的女人不聽話 就是iPod 但是現在呢 你有看我在打電器的嗎 欸其實真的沒有 他們才捨不得打咧 我跟你講現在如果 今天你家的LED電視壞掉 你就直接去那個3C賣場 再扛一台新的回來 以前還會拍那個遙控器啊 現在有人在做這件事嗎 現在大家不看電視了啦 沒有我覺得不只是不看電視的問題 現在是怎樣你知道嗎 我家最常用的是Apple TV 然後接電視 然後去看一些什麼串流平台 Netflix或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那曾經有遇過一種情況 結果我家的遙控器真的壞掉了 老婆就說欸這遙控器壞掉了怎麼辦 我拿出我的iPhone 因為你知道iPhone現在跟Apple TV是聯動的 iPhone預設就有遙控器的功能 我就說來我連一下 馬上就變成遙控器 欸你英雄出場欸 欸我跟你講科學的時代 誰在乎遙控器壞掉 打他個三小 而且Apple TV的遙控器超扁超小 人家打都不知道要打哪裡 科技的時代用科技的解決方法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壞掉 真的有點怪怪的 其實我們也很怕打他一下 他就真的永久性的壞掉了 因為現在的這個3C產品 都不是很耐用 我們以前早年的電視機 用10年20年的所在多有 但現在你很難想像一台電視機 你會用超過5年 對啊 所以你知道嗎 這就是時代的差別 以前的電器耐操可以打 現在的電器不耐操不可以打 以前的小孩 耐操可以提罰 對啊 現在的小孩 不能打也不能罵 對啊 什麼歪理 時代啊 真的 時代前進了啊 而且我最近有發現一個 也是有點年代感的詞 就是言文字 我先一陣子跟一些 比較年輕的朋友們聊天 就他其實才小我大概3歲而已 然後他就不知道言文字是什麼 因為他馬上只知道emoji表情符號 然後我就說 言文字就是那種用很多那種 字圓拼成的表情符號 像等於等於就是最基本的言文字 可是以前就是有那種更華麗的 長得更長的言文字 然後他就說 那個我知道啊 就是那個iPhone鍵盤按一按 不是也有嗎 沒錯就是那一個 對然後我就說 對你知道以前我們用電腦的時候 我們都要特地搜尋言文字 然後複製你想要的言文字 然後再回到你要貼的那個網頁 把言文字貼上去 沒錯那時候其實有一些網站 會特別整理各種豐富的言文字內容 沒錯 他們都會成為大家搜尋的常用的功能 對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其實有一些先鋒性質的使用者 就像譬如等於等於等於 表示就是那種有點不耐煩 不耐煩的表情 對 這個算很基本的用法 但是我覺得尤其是在BBS上 常會出現一些很先鋒弦的用者 他們會主動開發出 你從來沒想過的 新的言文字的做法 對 像有一個我覺得就是很晚近的發明 OGC OGC OGC把它連在一起打 就像是一個人在打手槍 來我畫給你看 哈哈 這我不知道欸 你看 OGC這樣對不對 他就是這個是頭 你這樣看的話 就是這個頭 然後這是他的腳 然後這是他的身體 他手在那邊握他的雞雞 所以你OGC寫完要把他90度看 沒有就是你自己90度看就好 你螢幕不可能轉90度嗎 喔原來OGC是這個意思喔 OGC就是打手槍 欸我完全不知道 我一點忘了他的起源 但我好像應該是台灣自己產生的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還有一個流行語 叫做天天OGC 你有健康的雞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這個不錯 哈哈哈哈 喔我今天在我路上看到一個東西 這是題外的 最近有一個韓國男團XO的成員 他上節目 然後他在切芒果的時候 從中間直接切下去 他才發現芒果原來油脂 然後因為下面就有人說 因為韓國吃的可能大部分都是進口的 或是切好的 所以他不知道很正常 可是重點是在那篇文下面的推文 有很多台灣的人 他們就說 我其實也不知道芒果油脂 我跟你講我本來會很驚訝 但是現在我不會驚訝 原因是因為大概就在差不多一兩個月之前 蔡哥有一天他想要拍一個 上面不要看的影片 然後他需要使用到芒果這個素材 可是他真的不知道怎麼切芒果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 他把芒果皮先用手把它剝下來 硬剝下來 然後接下來他就切一切切到紫 他把那個芒果沿著那個很大的紫 然後呢 畫圓圭狀的那樣子 把它整個這樣 剝離下了一個很怪異形狀的半顆的芒果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吃芒果有很多更簡單 更正常的做法 蛤所以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 芒果中間有紫嗎? 我好傻眼喔 我有點不知道這個世界怎麼了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看到芒果的時候 已經是成品的狀態 譬如說芒果果汁 對家長用好的 對然後或者是芒果什麼 冰沙 芒果冰沙 他就直接已經把一塊一塊塊狀的芒果 放在上面 他們甚至於可能會以為 在樹上長的芒果其實是正方形的 那是什麼西瓜長在樹上 好啦說真的 九年即生 我就給大家兩個建議 OK 第一個 開車騎車的時候注意交通安全 對這很重要 對第二個 要耐操能打 好不好 就這樣 以上就是我們本集EP53 54 54 看你 好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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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跟Richard打電話 我在跟Richard打電話 我需要他幫我做一些外幣業務 喔對 外幣業務真的是很重要 沒錯 最近美金蠻便宜的 趕快用台幣 像強勢的台幣呢 買一些美金 沒錯 做一點投資的生意 是不錯的 Richard都可以很簡單的幫你完成這些動作 所以大家如果有使用外幣上的需求的話 這個時候立刻申請Richard的帳戶 那想要了解更詳細的功能呢 就閱讀一下我們這個說明欄上面的資訊 那你就可以更加的了解 不管你是要轉帳啊 還是解會啊 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時不時喔 Richard還有一些外幣優惠活動 一定要注意他們官網的公告資訊喔 非常的重要 沒錯 好啦就這樣啦 我們這一集要跟大家說 掰掰 好了 好了 OK